日本防衛大臣岩屋毅在东京 举行欢迎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到访的仪式 美国联邦处备局四名前主席 呼吁让联储局维持独立运作 国防和他的主席 是得以用最符合经济利益 无据短期压力的方式行事 亚富汗官员说 在星期三 在首都赫布尔警察局附近 发生汽车炸弹爆炸 至少有14个人死亡 并且严重损毁附近的建筑物 在印度有几百人在新德里游行 抗议政府取消克什米尔 长达70年的自治地位 说这样做是不民主 和令局势升温 意大利北部伦巴蒂地区三体滑坡 消防员星期二通宵协助撤离200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